我们这期的课是 应该是到六月底 这个学期结束 但是前面我一共请了三次假 所以要在七月要补三次课 上礼拜补了第一次 今天补第二次 还有一次 本来应该是下礼拜不 但是下礼拜四我要去那个 其实证据来讲不是去郑州 是去河南登峰县的 那个四大书院之一的松阳书院去上课 去上四天的课 那个是 除了礼拜四去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礼拜一 那这个是由我常去的 郑州的本园书院 为高中毕业 高中毕业生 办的一个暑期的儒学 演习 演顿 去跟他们上课 所以我们的第三次的补课 就要到下下礼拜四 也就是说 下礼拜四十九号 我们不上课 那个 也要在那个 我们的群族上面 要去公告一下 好 除了这一点 还有呢 就是明天晚上 这个我要在 我要在我们 跟我们华山书院 天地教 这个安心力切的 韩敬书院 或者说集中文教基金会 要明天晚上有个演讲 这个是韩敬书院的天人论坛 明天晚上七点半 在什么地方呢 那边是不是就在韩敬书院 那个是 黄新次会 对 黄新次会 是在重庆南路一段四十三号 三号之二 好 那这个 跟各位智慧医生 有兴趣的朋友 或者说朋友的朋友 也欢迎明天晚上去那边听讲 讲的题目呢是 从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第一位 谈去中国话的逆流 也判定它是逆流 这样子 好 这是我们上课前 需要交代的 那下面我们就 进入到我们 孟子修养论的第四章 那我们的课本第117页 标题这个牛山学目 那在前面的三章里面 我们先从生命的负面经验来切入 那这个是不管哪一个教 只要是谈到人生哲学 人生的修养 大概都是会从负面切入 比如说这个儒家是从过切入 从过 人很过 然后能改 孟子修养 那这个道家呢 总是从人生的负面切入 内啊 佛家总是从人生的烦恼切入 要从人生的烦恼切入 你要能有真正的觉悟 要从人吃烦恼 面对你的烦恼来切入 那基督教呢 那基督教呢 是从负面切入 你要承认你有原罪 那就是得到救赎的开始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佛家 基督教成人的罪叫做原罪 原罪就是说生来就有 虽然它的存在不合理 但是事实上呢 它一定存在 当然 对这个不合理的存在 我们要怎么去理解诠释它 那各教呢 有不同的这个说辞 那基督教就说 那是因为人类的先祖亚当 这个没有 没有听上帝的诫命 吃了禁锅 而于是有了原罪 就是你的出现就犯了罪了 那这个罪就 这个遗传 延伸到所有的自私生生 所有的人都有 那佛家呢 就称这个烦恼了 不可追究 不可追究 就是无死以来就有了 那不必呢去造一个故事 造个说辞来说它 反正事实上就是有 佛家就是承认事实 承认事实 好 您不能追究 既然不能追究 也就是原始的意思 因此我们也不妨呢 这个按照这个基督教的说法 也是那个原烦恼 就是无死以来 只有人生以来就有了 不能追究也不必追究 追究也没意思 重要是 你如何把这个烦恼给消除 好 这才是重要的 那么道家呢 道家呢 他是从对人生的普遍的观察 而肯认凡人都有存在上面的负担 负担呢 就是心理的负担 他是从一个普遍的观察 对人生的观照 而有这个肯定 而有这个肯定 好 那么 这个 如果顺这个也 也不妨再来说圆负累 或者干脆就叫圆累 好 那 儒家呢 儒家呢 儒家的过 也可以说 是从人生的普遍的观察 观照 或者说自己的更切的体验 好 道家也可以说有这个体验 观察众生 观照人生 体验自我 存在的经验 好 所以这两家呢 是比较接近 好 不是推给 吴宗敬的 地史 不是推给 这个 人类的原始中心 好 而直接 观察 观照 体验 人生 这个明明就是普遍存在 好 那既然是普遍存在啊 所以呢 所以呢也可以呢 用这个上面缘故 所谓缘故 那 这个因为啊 中国 儒家跟道家 不是推给 这个无始以来 这个 而直接就 人自己的生命中去 做一种观察 观照 跟体验 所以呢 其实 比较能够呢 更肯切的 去 寻查 它是这么来的 啊 那原因也是 因为在 中国的这个 哲学生命哲学里面呢 呢 其实对于 人生的 负面 这个存在感 这个我们总称为 负面存在感 其实 是在 比较轻微的状态 比较轻微 那 到了这个 佛家跟祖教的 越来越严重 然后 严重到 你 已经 没有办法 充容的 去 寻查 啊 因为 这个 压力 这个 负面存在感啊 加入于人生上面的 那种 负面的压力 啊 那种痛度 这种 人生的 已经是太深重 深重到 要 不管它从哪里来 要先 把它解销 要先 让它从 土海 火海中 火宅中 跳出来 好 所以 它要 解决那个问题 比思考问题 从哪里来 要 更文脱切 好 所以呢 这边就是 要要祈求上帝的救赎 这边 往它从哪里来 先 用尽办法 先把它 这个解销 再说 好 所以呢 我 我以前就 写过《天文革命文》 画一个圆 好 比如说 人的 淪落的 第一级 第二级 第三级 第四级 的 人生病痛 那当这个病痛很严重的时候呢 只想赶快离开 好 所以呢 在佛下 就是 赶快出离 甚至都认为 整个人间 都是 土海活着 所以要 出离这个人间 所以叫肚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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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救肚 要解脱 那这个呢 就叫救赎 那这些 这些概念 都是必要 比较 比较严重的 比较严重 那我们 如在这边呢 不是 只是 好好好 反省就是了 好好反省 那 所以呢 我们 我们 就有一个 结论 就是 无论哪一家 谈到生命的 问题 总是 从负面经验切入 好 在这里 我们就 要问 从负面切入 为什么 总是要从负面切入呢 那 我们 要对 人生的 负面的这些 方向 到底是 怎么来的 需要有一种 这个 如实的 说明 如实的 说明 那 在这个 如实的说明中 最大问题 就是 孟子 因为 孔子呢 还没有要去 认真说明 因为 这很清闻 甚至也不用说明 甚至也不用说明 你一反省 就是 就化掉了 才过 变觉 才觉 变化 所以 所以 就算都是在儒家 比起孔子来 相对要 情况 严重一点的 孟子 那就是 战国的时代 与 春秋的时代 要吸引力的深一些 所以 不只是 马上 反求初级 而且 要进一步 回头来 问说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需要有一种的 解数 那这个解数 所以呢 说到孟子最到位 就是 就是因为它 最能充分说明 这个 这些过也罢 过 我都用两个字 叫过失了 你说过失也罢 负累也罢 烦恼也罢 罪恶也罢 总而言之 都叫了负面存在感 都叫了生命的创伤 请问这个生命的创伤 是因而来 那最到位的诠释 就是要关联到 人性的核心安全 所造成的 必然啊 吊贵 那就是人的自由 就是人的自由 所以呢 我们从啊 先停各家 或者世界的各种 各种各教里面 只有孟子 虽然它没有说得很清楚 可是在它的这个原点中 明明白白蕴含这个意思 就是居然的自由 就是因为呢 信之观则失 失则得知 不失则不得已 为了它另外有一章 我们还没有讲到 就是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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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则醇 舍则亡 出入无时 莫知其相 其心 就为你 看这说明啊 人心的自由性 这个自由性就是 你要不要那个道德性 你要不要过得合理 完全看你要做有不要做没有 你一操 你一失 你一求 他就得 他就存 那你一死 你一不去操持 你一不吃 你一不求 他就往退不见 怎么不见 人生的意义 人生的价值 人生的存在感 就不见 出入无时 一回有 一回没有 一回存 一回亡 若存若亡 什么时候存 什么时候亡 我们都不知道 下一刹那 什么都可能发生 就因为 人是 这版的彻底自由 就算我认真的 做修量功夫 到了气势 重新属于故意绝了 我还是不知道 下一刹那会怎样 我都不能够决定 我在下一刹那 我们顶多只能决定现在 因为现在的我 是自由的 我可以在现在决定 我要操 还是 撕 我要求 还是要不求 我要撕 还是不撕 因为我现在正在做决定 可是下架那 我还不知道啊 因为人性本质的自由 使得我 这一刹那 不能够判定下一刹那 其实最近 我们这个台风也差不多 你完全不能事先决定 你到了晚上十点钟决定了 你还不知道 半夜往北漂了二十 到现在是公里 我在家里见 几乎是毫无所觉 又没风又没雨 雨偶尔有一点点 所以然后 我们两夫妻都说 台风哪儿去了 还强烈台风 不见踪影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 这个 这个 天气就是这样来 所以我们也常说 台北的天气就像女人的心 是不是 情食多云 偶尖尔尔 那个西洋包 这样的时候就做到 情食多云 偶尖尔尔尔 就是人心 本来就是这样 就是自由 所以最终极的原因 就是基于人的自由 人是可以在每一个下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 做出 违背自我 否定自我 自我放弃自我 自我背叛的决定 因此出现了人之性善的矛盾 所以人基于自由 他可以为不善 虽然真正顺着全盘的人性 人是应该基于自由意志而选择善 但是我们尽就自由意志而言 人的确是有权力选择不善 但是我们尽就自由意志而言 人的确是有权力选择不善 那这就是人的恶 人的负面的存在感的感人 那这个是 这个是直接扣紧人性的核心本觉 所做的 人为什么会有不善 为什么会有恶 政府所做的 这一大会的说明跟诠释 那当然进一步来说 这个 为什么 一定得要这样子 我们就说 因为一定通过这么一个 辩证的吊诡 我们反而更能充分正常人性 这个人性就是人的合理性 当然性 它同时也得是它的本质自由的主体性 这两性要合理 所以人总是要先证明自己的自由 再进一步进予自由意志去实现人的理想 人的道德性 那这才是人性的全盘的实现 而在这个实验当中 就无可避免有它的辨证调诡性 这个辨证调诡是从自我实验的立场中去说的 在这个自我实验的立场中 一定要有这种调文 也就是人一定先丢掉自己 然后再找回自己 那怎么样去找回呢 就从人开始面对人的迷失 面对人的过失 面对人的罪恶 面对人的复权存在感 好 所以呢 我们从修表人一开始就是说 这个人性一定会不塞的 就像那个三节的小鹿 这个你只要是我一见不用 就被毛肠毒塞 人性的毒塞是个必然 因此要从这样一个堵塞当中呢 我们去面对它做一个反省 所以它说 这个人的自暴自弃 就是从良好地上 这个人的民士 就是 세个人性的 就是这些做法 但是这个人性的 也就是要跟人性的 就是说 你这是三个人的 就是一个人的 协议 以轻别独尊重 以拙别独不尊重 从这些反应当中 也可以算是一种外在的气机 引动我们内心的自觉跟思维 这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三章 那现在这个第四章都说明 那本质是自由 但是偶然的这个基于自由意志 选择出卖自我 你也可以才过变觉变化 使得这个过只是一刹那 如果只有一刹那 也没什么好说明 那总是这个不仅是一过 而是一过二过 不断地过 我构成了这样一个负面经验的一个客观性 这个宽性就是累积 一过再过的累积 使得它延然有了客观性 不纯然是主观的辨证 就是使得这些负面的经验 它又会累积逐渐的客观化 而宛然若勇 其实是没有的 其实是枪谷故事 它全部是一个假象 是人生的假象 因此到了这个第四章 我们就进一步说明 那这个所谓的过 因为我们就说存在感 感只是一个主观的感受 本来只存在于人心中 如果只仅仅存在于人心中 那里有了这么一丁点儿的负面存在感 人也就可以决了 也就可以永远不再翻 这就是言约不再翻 如果人所有的过都不再翻 只有一次 而这个过又是在最轻微的状态 仅在人心上面要发生 存在是人的自由 人的自由意趣 得一个一刹那的体验 体验到它的自由 也就从体验到它的过 从它的过体验到 它的自由是可以自由到决定犯的过程 那一刹那就明白了 以后你就不再翻 所以这样的一种经验 也可以说一刹那发生 一刹那就消失了 它到底有没有真的发生 甚至都可以说是很暧昧 那就像那个浪漫触动 它只发生一刹那 一刹那就过了 那到底它有没有发生 很难查证 所以浪漫触动才需要引动一个身体的热情 让它在现实中持续 这个经验有一段持续 让你在经验中的确认的确有发生 这个正面的最美好的浪漫触动 就是正面存在感 尚且需要有某种程度的客观化 经验 经验化 实在化 好让人呢 确认它的存在 那这个负面的 这个并不真实的 因为正面是真实的 所以浪漫触动是真实的 一发生就永恒 但是所有的负面都是不真实的 如果一发生就过了以后呢 它就没有了 它就没有了 纯粹人心灵的一点自我体验而已 那所以呢 它也需要 它也不免 会有某种的累积 若你二过 三过 一再的过 诶 它虽然本质是没有的 现在却有了一个有的 婉然若有的一个迹象 那么等到这种客观化呢 越来越落实 越来越明显 人就会慢慢地以为它是真的有 而不是本质没有 于是也构成了人的悟愿 于是对于这个有的 越来越有一种它是真的 间的一种知足 间一种肯定 于是就有了人之性恶的肯定 反正人之性善是有的 恶是没有的 这个恶的出现只是人的自由的凋毁 只是病症的 诡绝的 要肯定全然的人性 包括以自由为主的图体性 跟以合理为主的道德性 存在只会体验这个 客观上是没有 好 它只在人心上 但现在呢 那一点心 它有可能会一再地重复 构成了心理学所谓的制约 佛家所说的虚染 于是就使了它晚然若有 好 孟子在这一段上面呢 其实说明这一点 当然孟子并没有现在的心理学的知识 也没有佛学的背景 但其实呢 都呼应着佛学所谓的虚染 虚染出一个晚然若有的 阿赖耶耶的缘起的世界 当佛学呢 就是全力去论证 这个世界是假的 这个世界是没有的 是空的 是空的 没有自信的 好 那现在心理学呢 还没有 还没有发展这一步 论证所有的心理情节都是没有的 是吧 所以心理学啊 需要跟佛学 谈学 做一个教育 这个 在心理学就是发展到 人文主义的心理学 所以应该在以前有过 一直很盛大的 禅学大师 跟人文心理学大师的对话 就是佛洛姆 跟日本的领悟大佐的对话 一个是禅学 一个是西方心理学 如果这个西方心理学已经 受到接近东方 所以可以有这样的对话 可是这些呢 其实啊 在孟子的意义中多运含 所以我们说 孟子的确了不起 他的 他的 留下来的言说 典籍当中 已经蕴含了全盘的 生命哲学的理论 虽然呢 都没有 几乎都没有 充分地被发展 好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 第四章 孟子曰 是牛山之墓 查美 以其交于大国人 附近法治 可以为美工 是其日夜之所席 雨露之所润 非无蒙烈之声焉 牛羊又重而勿之 是已若笔灼灼灼灼也 人见其灼灼灼也 以为未长有杂焉 此起三之性也灼灼 虽从无人者 岂无仁义之心灼 其所以放弃良心者 亦有附近之余目灼 淡淡而发之 可以为美工 其日夜之所席 平淡之性 其好物 与人相近也者积兮 则其弹奏之所为 又物亡之意 物质凡复 则其业器不足以存 业器不足以存 则其唯情受不愿意 人见其情受也 而以为未长有杂焉之 是其人之情也灼 故狗得其养 无物不长 狗逝其养 无物不休 孔子曰 操则存 此则亡 诸路无时 诺知其相 唯心之未 最后得出一个简的结论 那在这边 这个本质是不存在 只是婉然若有的故 但它越来越客观化 婉然若有 就相对的表示 人那个真实的人性的创造 也就是婉然若有 真实的越来越隐藏 当然那个虚幻的越来越象征 越来越婉然若有的时候 相对的那个真的也越来越隐藏 当然再怎么隐藏 它都是在的 可是虽然在不去隐藏了 所以我们说 人的真心本心 是并没有有毒的问题 因为它永远都有 它只有隐险的问题 只是它有险出来还是隐藏 它是长得有多深 越长越深 人的潜意识的体称 你就看见它 看不见不是它没有 相对的呢 再怎么婉然若有 那个习气 那个情节 那个据约 再怎么象征 它都是没有的 好 所以呢 善跟恶 并不是永无的问题 因为善是绝对的有 恶是绝对的没有 它是有隐险的问题 就当恶人越来越险 险到简直以为是真的 以为是真实的有 其实本质都是没有 好 那么善呢 越来越隐藏 这都不见了 可是再怎么样隐藏不见 它都是有 永远不会消失 真正没有 它是隐藏不见 而不是存在上没有 它永远都有 这是我们对于人性的 基本的一个概念的 好 孟子安这一边 依然是集市说理 通过所有的故事 就是一部分的故事 来讲明的个道 孟子跟庄子 都非常爱说故事 相对的 孔子跟老子比较少 顶多用了一点点的意象 来象征而已 老子用水来向军人群 孔子也曾经说 事者如实乎 就是昼夜里做水 可是就是这么一点点的异象 还没有发展成一个故事 孟子跟庄子呢 都发展成为故事 所以非常爱说故事 这故事都是预言 好 这边啊 孟子中第一段跟第二段 先说一个故事 然后呢 用来比喻人形 可以说这两段 那个文法 那个行文 是可以完全呼应的 因此呢 它有很强的说明能力 但我们一再说 这种比喻 都只有说明能力 没有论证的能力 因为这个不能论证 这个主要靠每一个人 凭着他诚实 恳切的心去自证 也就是说这个只能证给自己 不能证给别人 因为你怎么证明 他不行就是不行 要把它自己证明才对他有效 所以这只能够只能够只有树 好 孟子说 有一个山叫牛山 它上面的树 木就是树 这个月明欄 就是具体的表 fossil 嗯 的时候呢 就是真的厉害就只是 经营什么 是你用�的 就是要怎么样 那 stood 嗯 好 嗯 说 和 OM 在这边应该理解为茂盛 牛山上面的树曾经是非常茂盛的 但是因为它呢 刚好在一个大都市 这个国不是国家 是这个都市 因为它住在一个大都市的旁边 这个都市为了建筑 需要木材 所以呢 就有很多的这个木匠 带着这个斧头 斧跟金呢 都是砍这个树的工具 指斧是那个刃是砍的 这个金 那个刃是直的 好 那我们现在有没有这种等话 就是那个藏欧词 常常拿来要用 要用程序 要去这样学 是不是 所以呢 重力的时候 一起用这个 比较细部的时候呢 就用这个 是不是 总称为斧金 合称斧金 斧金呢 去砍法 可以为美物 好 这个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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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字在古文里面啊 这个常常是有这么一个作用 就是一个句子需要一个动词的时候 我们呢 不去讲究要用哪个动词 我们可以呢 概括的去应付这个文字 就是一个动词 为就是所有的动作 所以我称这个为叫唇对动词 唇表示它是一个动词 至于是哪个动作 哪种动作 不必啰嗦 反正就是为嘛 因此呢 我们呢 要把这样的古文啊 翻译成白花文的时候 你不能把这个为啊 直接翻译成做 好 这个做在英文上有两个 一个是度 一个是make 度跟make的分别在哪里 度是已经有了 造作 make是没有 无中生有的做 所以make必要有创作的意思 度呢 只是按照已经有的方式 模式 程序 去把它实现出来 那我们这个为呢 不止那么简单 所有的都是 所以我们翻译成白花文的时候呢 一定要就着那个语句 看它的售词是什么 然后给它呢 找到一个恰当的动词 配它的售词 所以呢 你要考验这个学生 对于这个古文到底有没有足够的理解 就请它翻译这个句子 那个关键点之后 有个文字的句子 看你的文字怎么翻 翻的对不对 好 在这边啊 这个美我们前面说了 是指的 虚目的茂盛 知业繁茂 那这个唯美啊 我们怎么要翻 那我们可以回想一些古文 比如说孔子说 这个三月不知肉味 当他那个古琴呢 听音乐的时候 他说不吐唯月之予实义 唯月 什么唯善啊 有很多唯呀 这边这个唯美 这个唯应该怎么理解 应该怎么翻 他说他曾经是很茂盛的 因为天天被砍以后呢 他没有办法 这个说很自然 就是唯持 他曾经很茂盛 他天天被人看法 他还能够 维持他的茂盛吗 好 在这边应该啊 理解把它翻译为 唯持 当然说在不同的其他地方 我们都要斟酌 怎么样配合到他的授耻 整个语句的脉络 给他一个恰当的翻译呢 那为什么不能够维持 是他都死了吗 其实不是 这个天天被砍的树还是活的 因为他还有根呢 好 所以他就细 进一步的 比较细心的去观察 他说 其实那个树还是有生机 它是有活力的 是其日夜之所习生灭 好 其实他没有一刻 停止他的生长 他只要有他的生长点 他只要有他的生长点 他只要树皮 在他的某一些枝 枝芽的那个端点 还有生长点之后 他其实没有停止的在生长 日日夜夜不止息的生长 这个生长当然做了 有他自己的内在的生机 这也非常没有外在的配合的条件 比如说 与木之所润 好 依然有外面的营养 的补给 甚至还有根 有吸收的营养 所以说 非无蒙涅之生也 蒙涅就是那个心哑 涅就是 这长的哑 并不是没有心哑 在发生 有啊 问题是 才刚刚讲过一点点 不只是附近 还加上呢 那个 布人 布羊人 木牛人 每天呢 赶着这个牛羊到山上去 他们主要是吃草 但是有嫩羊他们也是吃的 好 这个牛羊又从而木之 这个木在这边 这个洞子不是放痒 而更进一步是 所谓的放痒就指的是 不断的又去呢 这个啃吃 那个嫩羊 所以才若比 主国主义 所以才会呢 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那样的状况 所以才会呢 造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那样的状况 什么状况呢 这个凸凸的一片 牛山已经光凸凸的一片 所以到后来 这个武将已经不散了 这个牛山 因为全被砍光了 好 看起来一片的光凸凸的 就人们呢 看到它光凸凸的 以为这个牛山从来就没有树 那 又以为未尝有才业 这个才是指的 那个树的本质 树的本能 好 就以为这个牛山呢 从来就不能 这个 让树木生产 以为它从来就是没有树的本质 这个土地太平洁了 寸草不生 好 以为它从来就没有孕育树木的能力 应该这样来理解 但 持起山的信也在 这哪里是山的本性呢 所有的山都是能够孕育树木的 你看它不能 你有它例外 其实哪有例外 根本是后天造成的假象 不是它的本质 好 这个纯然呢 说一个大自然 自然界流的一个现象 孟子找到这个现象 用来比喻人性的流逝 好 其实跟它完全的贴近 当然只是比喻啦 不完全相当 好 好 我们先看这个比喻 下面就对照的看个人性的流逝 也有类似的这个状况 好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来看下面如何贴近的比喻呢 谢谢大家